此季加拿大多倫多智慧 参加绿色生活展 志工介绍此季的环保理念 希望邀约更多人来爱护地球 致力于绿化经营 实业浇灌展场取经学习 行之有年的 行之有年的多伦多绿色生活展 四五百家厂商参展 目标要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 三天展棋 此季多伦多智慧将近四十位志工投入 七十多岁的江秀卿 每天勤务结束回家还继续研读笔记 四季人文学校学生遇到大人带小朋友参观 主动解说 详细的内容让这位爸爸忍不住录影 想与他人分享 原本千万年也无法腐坏的宝特瓶 经由科技在制成为绿色生活用品 练参观者更敬佩的是 这些资源是来自天天用双手付出的环保职工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余晃晨 李嘉祥下来到报道